我们在第十章前两节把人类的免疫系统跟它的功能跟它作用的机制介绍完毕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因为免疫系统的问题造成了疾病 就比如说免疫系统的反应过大或过低 造成你的恒定性失调而造成了疾病 称之为免疫失调或叫免疫疾病 只要免疫失调大家看什么叫免疫失调 就是过多或过低嘛 所以就是介绍免疫疾病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免疫疾病当中 我们先介绍一个大家最熟悉的 以免疫疾病来讲 大家最常遇到搞不过你也有的就是过敏 过敏是许家常听到的免疫疾病 所以先从这个过敏反应先讲起吧 不过有几个前言先讲 你们所知道的过敏反应 课本上所介绍的过敏反应 其实是过敏反应的其中一型而已 它叫做立即性过敏 它在几分钟之内就有反应了 就是你们最熟悉的那个过敏 事实上后面还有很多不同的过敏反应 是比较时间上拉得比较久的 我们这样一起补充一下 好那过敏反应呢 因为它有抗体叉语 它属于专业性免疫反应 好那尤其过敏反应 我之前已经说过 所以我这边就提纲切理的 把过程浏览一遍 让大家再加深意向 好开始 首先第一次接触抗原的时候 如果你身上的B细胞 会认识这个抗原 它就会活化变成僵细胞 并且大量分泌抗体 来把那个抗原中和掉 这个抗体呢很有趣 它叫Ig1这一类的 Ig1是一类抗体 我们来补充过吧 Ig是immunoglobin 所以它就是第一这个型 第一型的免疫球蛋白 这Ig就是球蛋白 好那么它分泌抗体之后 就攻击攻击攻击 就没事啊 可是它分泌到血液中的 这些抗体呢 会被肥大细胞 还有四减性白血球 把它抓来放在细胞膜表面 把抗体当受体 这时候呢 你身上除了你的B细胞之外 还有另外两群细胞 也有这种受体了 好等到第二次抗原入侵的时候 是同一个抗原 除了回去活化原来的B细胞 变僵细胞之外 另外呢 也活化了刚刚所说到的 肥大细胞 和四减硬白球 实时这两个细胞 就大量分泌发炎介质 引发类似发炎症状的 血管扩张 痛痛性增加等 红肿 痛热 痒 平滑肌收缩 分泌物增加等 所以其实发炎跟过敏 症状上是非常雷同的 只差在发炎是没有专业性的 你今天是被揍 被电 被强酸泼到会肿胀 那是没有专业性的 因为受伤细胞 就发生分泌发炎介质 谁让你受伤 都会产生发炎反应 可是过敏不是 过敏必须要有那个受体 就是这些抗你当受体 而特殊抗原 跟特殊抗原结合 活化这些肥大细胞 或四减硬白球 使得它分泌发炎介质 你才会引发 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血管破张 粘膜分泌增加 白球聚集 等等 红牙 肿 痛 热 过敏症状 那以下列的是 如果你听过这个病名 或你曾经看医生 医生诊断 而你是睫膜炎 或你是什么炎 就这个了 像签度睫膜炎 或是蕁麻疹 或是过敏性鼻炎 或是有时候气喘 哮喘起来 呼吸会困难 这些都叫做过敏 而且它都是属于过敏中的 立即性过敏这一类 我们的课文介绍的过敏 就是立即性过敏 这一类的过敏反应 好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图来解释 今天呢 你第一次接触抗原 使得你的B细胞活化变僵细胞 产生大量的抗体 这些抗体呢 就综合那个抗原 就把它攻击掉 没了 可是你身上的肥大细胞 或者是4-100球 就把这些抗原 不好意思 把这些抗体 收集起来 放在细胞膜表面 变成受体 等到第二次 抗原入侵的时候 除了回去活化 B细胞变僵细胞之外 也活化这些 具有这些抗原的 受体的肥大细胞 肥大细胞 就会大量分泌发炎剑脂 引发红肚痛的痒 等过敏症状 这就是过敏 好 那既然它是 抗原跟抗体的结合 它就是专业性 再加上 这些抗原 如果引发这个反应 这些抗原就叫过敏原 所以过敏原 就是一种抗原 大家请注意到这个说法 过敏原就是一种抗原 但抗原不一定是过敏原 对不对 所以过敏原 全名应该叫做 引发过敏反应的抗原 可是有些抗原 不会引发过敏反应 它就不能叫过敏原 过敏原 一定是抗原 抗原不一定是过敏原 这个逻辑关系 好 那另外有几个问题 有些趁着这边解释 你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 过敏这样的现象 它有专业性 所以我对虾子过敏 我吃蟑螂是没事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亲人关系 还是有点远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本身对虾子过敏 你可能会怨声载道 怨天有人 为什么我这么衰 我各位同学 每天去吃生鱼片 吃那个龙虾大餐 我都不能乱吃 因为我容易过敏 为什么那么衰 大家 如果你去看医生 医生都会给你一个回答 体质啊 因为你有过敏体质 各位 这个回答你们能满意吗 对啊 你有过敏体质 就容易过敏 对啊 可是为什么就你就有 为什么我就没有 好 跟大家解释 过敏怎么治疗 我们之后会补充 说明治疗 治疗上怎么治疗 你们也听过一些症状 不是症状 一些案例 有些人过敏 不要而愈 怎么就好了 隔几年 我不过敏了 然后就问医生 就说 体质啊 对啊 到底什么是体质呢 大家 我用我们所学的东西来解释 就是 每一个人 接触到同一个抗源的时候 都会承认B气胞的反应 对 好 但是你所分泌的抗体 是不是每一个人的 肥大气胞或四眼一白眼球 都会这么鸡婆的 把它抓抹上 不一定哦 像我对虾子不过敏 因为我的身体的肥大细胞 不会这么无聊的吧 对抗虾子的 看你放到自己膜上面 这第一个 我的肥大细胞 跟你的 就性质上不同 我的肥大细胞 没那么激薄 或是 它激薄在别的地方 不激薄在虾子这边 好 第二 就算我的肥大细胞 抓了受体 我的第二次抗原器 然后连接到 让它活化 活化之后的肥大细胞 会分泌发生介质 有些人分泌的少少的 所以有些人吃海鲜 只是抓两下就没事 有些人 哇 怎么就红起来了 你后面分泌发生介质的量 也有差 那为什么不同呢 肥大细胞的性质 所以我们说的体质 就是你的免疫系统的细胞们 每个人的性质都不同 个性都不同 所以你的细胞特性 就是又鸡婆又敏感 你就过敏 那我的肥大细胞 就是不太管事 也没什么反应 那就不太过敏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那怎么改呢 或是说 为什么你今天过敏 隔几年之后没有了 你的肥大细胞 开始把这些抗体丢掉了 它不再抓住这些抗体 当受体 或者是 有这些受体的肥大细胞 它没有那么反应大 它反应变小了 它变得没有那么 啊干嘛 大家和气身材吗 何必那么大声 对大小声呢 也许有 所以有些人可能一开始过敏后来没有 但也有赶过来的 一开始都没事啊 突然间 哇塞 你的肥大细胞 突然间变得好鸡婆又敏感 有可能 好那我们等下再介绍 怎么样治疗它 再说等下会讲 那有些是消极性 有些是记忆性都有 我们等下再说 好以上我们就把过敏 讲到这里 好那 那接下来我要补充几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第一个叫做皮肤戳刺试验 是指早期的人 如果你今天过敏了 你到医院求门诊问医师 我过敏了 我想知道我对什么过敏 我想知道我对什么过敏 那早期怎么做呢 所以先看早期的做法 是这样做的 我要配很多溶液 比如说我把可能的过敏源 都配成溶液 放到不同的小水瓶里面 然后用不同的细针 沾在那个水 沾完之后呢 就戳到你皮肤上 要戳 一个刺痛 刺痛 你就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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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完 那这张照片 当然我觉得它是假的 那我们就用这种写吧 这是control 就是戳那个清水 溶液的溶剂 好这是戳那个dust 就是灰尘 这戳 这是满 撑满的那个满 这是草 这是灌虫 这是树 反正就拿这些东西的容易 然后就出出出出 好就要你回去了 几天后 一个礼拜后 来负诊 你看哦 这都肿起来了 你对草过敏 对 他就把可能的过敏源 吃完的皮肤 只要引发了过敏 你就知道谁 你对谁过敏了 所以就羊羊羊 啊我对草过敏 以后你就不要 被草皮上奔跑了 是 你说这些标记吗 拍照对 看位置 就说除外第几公分 第几公分 第几公分 但我发现这样的做法 你一个手背 可以戳几针呢 很少 对不对 所以到了后面 有个新办法 有些常常发展出 那个很细的针 放在那个板子上面 那个针可能是 五乘五 就是二十五个 十乘十 就是一百个 小细针 很细哦 那个东西你只要拿来 撕开 那医生就拿着 在你皮肤上压一下 你就同时被那一百根针刺了 还好啦 被一根针用力戳 你会同 但是被一百根针同时刺 你可能直觉麻麻的 拿起来 好 就叫你回去 啊医生就这样走了哦 还没反应啊 一个礼拜后再来复诊 好一百来之后 复诊之后 他就会对那个阵列 X轴跟Y轴是多少 发现一百个针 你有两个针要总起来 就是对啊 X2Y3跟X5Y7对表 因为卖那个东西的公司 卖那个东西的公司 你有表啊 哦 那个我刚刚多少 X2Y3是城蛮 X5Y7是蟑螂的 我给他买 哦 你同时对虾子跟蟑螂过敏 所以你不能吃虾子炖蟑螂 我刚刚讲错了 虾子 我刚刚讲什么 所以你不能吃 蟑螂炖蟑 好这样子 所以就不能吃这个了 反正常见的就是这几个嘛 所以当年 干嘛 所以你看 他让你回诊时间有固定 比如说 你会种那么大 可能一个礼拜后 他可能让你回去三天的时候 就拍照了 或是你三天就马上回 还没种大 就要看 不是拍脸啊 没有人错脸上了 真是 好大家 你要知道 在那个年代 哇 有人可以发展出十成十 一次可以做一百个抗疫的策定 跟这个用小细针戳你的手 是不是进步很多啦 所以当年发展那个生活科技公司 不是大卖吗 才没几年就倒了 为什么呢 请问在座各位 各位有没有人过敏 你知道你对什么过敏吗 你知道你对什么过敏吗 你知道你对沉满 那你怎么知道你对沉满过敏 终于有个 那个 真正的 人可以出来做现身说法 他可能我怀疑啦 你是 没讲话 没讲话 你会中枪 各位 现在呢 直接抽血 验你的抗疫 就知道你对什么过敏了 根本连什么戳都不用了 对不对 所以时代不断的进步 我对沉满过敏了 你对沉满过敏 哦 当然不是 不是 不能 常常的分子不能到你的身上 你可以养啊 真的 你对沉满过敏 哇 好难得 好 以上这是皮肤戳斥试验 他怎么样做那个 检定 好 既然做完检定之后呢 怎么治疗 常常听到的那个过敏治疗 我现在讲的是七的做法 叫做解敏治疗 你们中医是不是有比较好做法 如果喝中药调体质 让你的过敏治疗被压下来 怎么做 其实原理大概就是这样 那些药物可能会抑制肥大细胞 不再抓抗体 或是对这个受体的反应 弱一点 简单的说 你身上的肥大细胞 只要反应变弱 你的过敏就会被减轻 所以这叫调体质 对不对 可是我们在西医上叫肩敏治疗 简单的说就是 你今天既然对他过敏 我就让你不断的接触他 这叫什么呢 他利用的其实是负回贵机制 就是 等我回来哦 今天这个刺激你 你就分泌这个东西 你就长得很剧烈的反应 这剧烈反应 有没有可能回来抑制 我已经反应这么大了 你不要这么敏感吗 他这边就会变弱了哦 所以这叫做解敏治疗 就是说 我重复的打过敏源给你 那你身体一直接受 一直接受一直接受 而剂量会从低慢慢增加 那我们就发现 这身体很怪哦 你给他很强的剂量 给他剂量 让他习惯之后 他就对他没有反应了 他的那个过敏气量就下降了 那个敏感程度就下降了 这叫减敏 我用不断的曝露抗源 曝露过敏源的方法 让你免疫反应的过敏 过度敏感的特性 逐渐下降 敏感度下降了 就是说减敏反应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办法 大家 我刚刚在介绍过敏反应的时候 我们介绍他的名字叫过敏反应 这是他的 我们常听到的英文在这边 可是他有另外一个字 其实看起来更通俗 可是各位更少用 叫做hypersensitive 过度敏感 过敏的意义就是 免疫反应过度敏感了 好以上这是那个 立即性过敏的一个 补充说明 说明介绍 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 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